这绝对是我见过最幸福的男主 只要变身听从主人的命令 那等任务完成后他就会得到奖 像这种帮忙脱丝袜的变态行为更是常识 这天魔都出现了意外状况 在巡逻时他们偶然发现有类似撞击坑出现 这些红色的点全部都是丑鬼 于是为了消灭对方 女主直接率队出发赶往目的地 蓝毛妹子看女主骑在男主身上十分羡慕 很快几人就做好准备 先由黄毛便大跳入巢穴扰乱视线 然后蓝毛使用加特林将丑鬼全部打倒 等他们合体变成巨大的怪物时 男主二人在出手一击必杀 这样会节省下非常多的时间 可就在这时一变突生 一道紫色激光从远方射来 黄毛躲闪不及直接被打倒 看到对方的样貌 女主瞬间回想起自己小时候 她的家人朋友全都是被这个独角丑鬼杀死的 在将蓝毛的交通工具打爆后 众人这才探亲 独角丑鬼的身上竟然还坐着一个人 蓝毛还以为对方是怪物 听到这话 白毛遇解瞬间就怒了 女主看见独角丑鬼就失去了理智 现在她只想将对方碎尸万段 玉姐却表示自己要去魔独找弟弟 她的弟弟是世界第一的大帅哥 从小就爱眠着自己跑 但长大以后却变得很调皮挡蛋 当时严格教育她的日子也是断快乐时光 玉姐刚要说出弟弟的名字 结果一旁合体的巨大丑鬼打断了她的玩意 说话被打断的玉姐怒气直飙升 于是丑鬼下一秒就被捏成了渣渣 见状女主没有丝毫畏惧 反倒是继续朝对方发起进攻 看玉姐又要射出激光 女主赶忙和男主分开躲避 可玉姐只是虚晃一枪而已 她真正的目的是把二人分开 但当她把男主绑到眼前仔细一看 发现对方并不是丑鬼 通过眼神玉姐瞬间就认出了男主是自己的弟弟 女主趁她分神之计 一刀砍下将玉姐的胳膊划伤 剑撞独角丑鬼赶忙护主 把女主的武器打飞出去 然后直接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开 女主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想要追上去把独角丑鬼干掉 可男主这时却在保护同伴不再次被伤害 看到这一幕 她这才逐渐恢复理智 解决丑鬼后发起了撤退命令 幸好两人都没有伤得很重 然而这次男主想要的奖励非常特殊 男主竟是个不折不扣的受虐狂 她告诉女主那个玉姐长得和自己姐姐有点像 对方看到自己的瞬间也有一些动摇 但女主却不以为 因为玉姐说她的弟弟是世界第一的大帅哥 男主的长相属实有些不近人 在晚上做饭的时候 男主还在想姐姐的事情 他不理解对方为什么要袭击模仿队 还和那些丑鬼混在一起 由于太过专注思考 锅子的菜汤冒出来她都没发现 剑状粉毛萝莉表情突然严肃起来 男主还以为自己要被爆打 结果小萝莉却上前抱住了她的头 天意今天换自己来做菜 男主就好好休息一下 但男主却拒绝了她的好意 因为现在想那么多也没用 等下次见面时自然就能知道了 与此同时玉姐已经确定了男主的身份 为了奖励男主英雄救命 黄毛妹子准备帮她刷备 可男主以为对方只是在调戏自己 于是为了报复黄毛欺负自己 男主下一秒果断转头看了过去 没想到妹子玩得这么开 男主赶忙连滚带爬逃出了浴室 正巧外面的蓝毛妹子正在换衣服 见自己被看光了 他当即掏出电锯要把男主弄死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突然一个传送门出现 从里面缓缓走出两个人 男主还以为他们是入侵者 经过蓝毛的解释他才知道 这两个人是魔防队第六组的人 短发的是组长天花 双马尾是副组长八千岁